怀孕前12周对女性来说 早上超大的 胎相不稳定 预防痠痛 情绪起伏 还有害喜 那不是更该让大家知道 然后一起守护这个脆弱的生命吗 而且更重要的是 谁要善待你呀 你上班要穿高跟鞋吗 开会到一半害喜怎么办 突然被Q去搬重物怎么办 同事带你去应酬 让你吸二手烟 严重一点的话 出血了 你要赶快去看人生 你有办法抽身吗 Hey guys 告诉我任何一个 三个月内不能公开怀孕的理由 你是不是也在想这些 江妈咪育有一女 日前她在IG上表达了 对怀孕未满三个月 不能公布的看法 需要大张旗鼓的说 但至少要让你的主管 或者是一位同事知道 让他跟你的守护其事 大概五年前吧 还在工作的时候 我有失去过一个孩子 所以那种身心的变化 还有不能说的哀痛 我是可以明白的 那另外一个说法是 就是因为不稳定 如果公开后 突增大家的悲伤 或者是尴尬 那不是空欢喜一场吗 So what 流产绝对不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你不需要一个人扛 你也不需要被孤立 没有人会希望流产 那不是掉了一块肉 那是掉了一个心 而且小产也是要追悦自己 台湾小子的话 真的不是我们女人的问题 是全局社会人的问题 有多少事让我们却步 既然如此 一定要马上说其他人 才能有妥善的安排 没错 我也必须保护我的孩子 妈 你被医生开刀吗 好痛 好痛呢 对 很痛 开刀 对 爹爹也是生猪来的 一个介绍简致 猪来啊 你被医生开刀吗 哪里开刀 是不是这里开刀了吗 肚子哦 嗯 对啊 好痛 好痛哦 对啊 很痛 开刀 对 因為為了要把女生 出來 弟弟也是生出來的 對 弟弟也是從這邊出來的 這邊嗎? 對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地方進去 出來啊 媽媽太胖了吧 我很漂亮喔 我很漂亮 可是我太胖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肚子很大 為什麼媽媽太胖怎麼辦 很漂亮喔 我很漂亮 可是我太胖了 我真的覺得我的肚子很大 為什麼媽媽太胖怎麼辦 為什麼媽媽太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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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克 到底是否還很漂亮 一個你就不要看 它的位置 就是地不斷 有什麼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